而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持续要关心的是以色列 会不会对伊朗开展 来看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是 在按照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以色列的总理纳特亚胡称 对伊朗的动物 根本不需要跟美国事先的协调 这使得美国跟以色列 已经关系陷于紧张的状况 首先是纳特亚胡 他在9月10号的时候 敦促美国对伊朗的核武设施的问题 公开设置红线 遭到美国拒绝 开始引起了两国的外交争议 11号纳特亚胡表示 在伊朗的核子问题里头 如果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不对伊朗画下红线的话 就不能要求以色列 对伊朗保持克制 接着在9月14号公布的 《今日以色列的报》的采访当中 纳特亚胡接受该报的访问 他暗示着 以色列可能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里头 采取武力行动 阻止伊朗制造核子武器 相关的报道 其实值得大家注意未来的发展 而美国总统大选 离现在大坦亚胡所说的 9月14号所说的日期 事实上只剩下一个多月 这也将影响 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而美国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 其实双方的负名攻击 越来的越多 美国的媒体也做了一番的整理 美国总统大选战火炙热 美国总统大选战火炙热 两党候选人民调进入贴神肉搏 但半岛电视却在此时独家披露 这其中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支8月初 罗姆尼阵营强打的电视广告 就被专门检验政治人物诚信的网站 点出并非事实 因为失业和失业救助无关 纯粹是找不到工作 如果您说一谈 它比较更加适合 人们会常常记得 并且被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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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那些信息从候选战人 很简单 有声音 说穿了 选举彼得从来不是真正的实力 而是抹黑是否够狠 一个错误的讯息 只要杀双力够大 即使一再错误 也再阻止 我认为我们叫这个 《POST-TRUTH CAMPAIGN》 是因为我们经常讨讨论 我们经常讨论 我们经常讨论 现在我们经常讨论 我们经常讨论 的道理 我们需要讨论 当然是 法案全美 在某程度上我认为他们有 但他们确实没有那么大一种差异 也确实没有影响 选择选择选择 无论是正确或是正确 放言全美 大到各类网站 脸书 Twitter 小致个人电子邮件信箱 就连有线电视都有立场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媒体的环境 这使得候选人不惜砸重金拍广告 光是2012美国总统大选 两党累计花费就超过30亿美元 但目的都不是单纯为了宣传自己 某些机构甚至专门收受巨款 帮忙抹黑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讯息无从查证 错了更没人负责 这些人凭借创意信口开河 就像拿了张说谎的执照 而美国人呢 多的是把虚构的事实当真相 而这些美国总统大选的民调 小巴马比较大幅的领先了Romney 一般人认为呢 Romney在攸关于911的事件里头 尤其是关于这一次利比亚大使的事件 他的发言非常不当 他只巩固了保守派的美国共和党选民 而激怒了很多美国中间选民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团结起来 一致的第一个谴责 对于利比亚大使的屠杀行为 第二个一定要和所谓制作这个影片的 这些少数的美国人划清界限 所以他们对Romney在这个事情里头 大作文章相当的反感 这使得这个礼拜 欧巴马对Romney的领先幅度 大幅的领先 变成48比41 上个礼拜四 48对46 但值得注意的是 欧巴马的民调并没有上升 只是Romney的民调下降到41% 如果我们从长期对选举的观察 Romney只要做了比较正确的事情 他的支持群众是可能回笼的 因为欧巴马的支持度 在上礼拜就已经是48% 我们先进的广告